老花一美之一打 第一个花肉发来的是一个郁金香 没浇过水是叶子黄了吗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确实是缺水了 很多的花肉就是说 关注我的时候呢 就是分为三个境界 没关注我之前呢 就是水命龙王天天浇水 关注我一段时间了就不敢浇了 直接就是恨不得要汗死了 你要记住啊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 永远是那个道理 好吧 希望花肉尽快步入第三步 适当的能把握这个水量 另外呢 郁金香是不怕阳光的 尽量的给出一些光照 水量这一定要跟上 尤其是现在在生长期 大家一定要适当的追肥 像花多多一号是一个首选 那个效果比较好的 速度也比较快 下个臭宝说 左侧的那处出现了这个很多 不知道正常还怎么着 养杜鹃的花肉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给出空气湿度 没有的话自己照个蓬蓬 好吧 自己照个蓬蓬 一定要空气湿度 一定要给一些光照 没有光照 杜鹃花是养不好的 但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它还非常喜欢空气潮湿 我这个说了好几遍了 只要空气足够潮湿 你养护杜鹃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吧 你也可以看看我们养的杜鹃 我们的杜鹃 买来一段时间 你看马上就要开了 你的话说你有棚 你自己也照一个 你也可以自己做个棚 下个臭宝说 茶花变脆了 这样怎么办 茶花跟杜鹃一个 浇水这一块 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盆土尽量的保持排水透气 保持微微的潮 空气湿度越高越好 你像茶花叫山茶花 从底上往上看的时候是云 上去就是雾 人家在那种环境长得很好 好吗 下个臭宝说 三位亏看要换土吗 怎么怎么地 这个该修剪了 修剪了以后再去换土吧 我看不到你现在的盆土是什么样 我可以断定出来 您用的是很高的那种白的尺盆 特别的容易焖根 一旦出现焖根了以后 各种焦尖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一定要知道 养化先养根 揪人先揪心 盆土一定要干湿循环 要让它排水透气 只有它里面很透气 就像人家穿个鞋一样 很透气 你脚才不会烂 才不会出现毛病 一个道理宝贝 用盆 你都能多翻看我两期视频吗 看我超过五期视频 就不至于这个样 下个臭板 老华一 你看贺望蓝的镜杆 下垂是什么原因 由于长得太高了 空气湿度太干了 明白吗 你像杆子 你没感觉到很缺水吗 叶子很大 叶子很大 它肯定就有点垂 还有点缺肥 你像这个东西 在一些热带雨林 压热带雨林那种 它很空气很温润 很潮湿的那种感觉 它长得会很好 你像咱家里边很干 时间长一段 谁家自己就垂下去了 它这个枝干里面 缺水抽抽了 是吧 还有一些花友呢 就是养着养着叶子 还干裂了 都是这样 明白吗 我发现咱们北方人 老是挑战一些南方花 牛不拒冰的条件 老华一 你告诉我一下 两片绿罗长了很多黑斑 怎么怎么的 水大 水大欧根 水大欧根 你可以翻一下 我们之前的那个视频 然后呢 我给你放一放看一看 再一个呢 这种土非常的黏 非常的黏 保水性特别的好 看到没 它根系根本长不进去 跟你话没说过多少次 我说根系的生长 要略干一点 然后要怎么怎么 你看 它根本无法达到一个长度 小灰 从它家里面搬过来的那个绿罗 咱们换完土 几天之后 您可以看到 现在立马就自令起来了 我刚才还问他 我说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明显的有一个变化 他说 比以前大多了 我说那肯定 以前它是想长 它缺乏一些什么呢 就是以前的那个土太闷 让那个根部极其的缺氧 你都憋着劲呢 所以你换到一份很哇塞的土里面呢 它就会立马就会长出来 好吧 用盆用土跟浇水是个关键 绿罗很好养 好了 今天的养发问题呢 就到这了 结果不错啊 就点个赞 我这老花一 养发最容易 白了 谢谢大家